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带队一行七人来台 参加12月20号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会前会 我们主要是跟台北市政府我们来交流 这是双城论坛的一些具体内容 这是我们都是彩线 都是看我们的接下来的安息安排的一些场合 李文辉多次访台 这回先前探路 彩线团9号中午抵达松山机场后 接着安排参访北美馆 观摩大道称 晚间参观捷运中山地下书街 10号上午拜会台北市长柯文哲 预计停留三天两夜 想请一下对韩国瑜这个人有没有了解 有没有可能 我想我们就主要是回来双城论坛好不好 李文辉低调 简短受访只有30秒 全聚焦双城论坛 彩线团会参访跟看看的行程 各县市的县市首长 不管蓝绿 大家都要拼经济 把政治放一边 这是不分蓝绿各县市首长的共识 大家都希望新南向还没有一定成绩出来之前 大陆的市场没有可能放弃 这是九合一大选后最高层级的两岸交流 双城论坛被视为两岸关系荣兵第一步 记者王志文 邵玉敏 SNG小组台北报道